罗拉特传出来再给 这个是机会 没有切进来 拉里甘吉位置站的非常也站了起来 对这个中场的防守呢还是要有针对性的这种讲一讲 再来看啊 就是刚才那个球 这罗拉特c的非常好啊 这点c的 后点是高准一和托拉里甘吉 伊朗的一名中卫也可以打后腰 料理声右脚开起来还是打后脸 要打了一下 托拉里甘吉顶到进去里边 他本来是推了 看一下 好变其取齐了 但是先抽键 但是这几次往后点 对再挑传 球 这个机会 阿兰 托拉里甘吉非常清楚的放产 主裁办张磊的手势做的很明确 这是一个干净的这个球 多有可能就拿进去了 对 是吧 托拉里甘吉确实先撑到球 对 才算判罚的非常准 高准一 还是换到右脚再起来 好球 不错 后点机会 高准一在右侧 在左侧 那些之后的 整个摆脱了 看到没有 团的后点 都没问题 对 好像已经尽管想一些办法 必须要攻出来 广州队去打反击 比赛会很有意思 刚刚谢招也讲到这个首发的四万元呢实际上调整的余地比较大 他有一种可能就是下马场比赛 金特罗和张远一起上 然后 再给卡拉特脚跟传 走阿兰 呃 这前场三个人呢 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来一些 看这个两个边后卫啊 定到边峰的位置 拉利根基的长传 那方上枪很轻 呃 退给姜志鹏也可以啊 姜志鹏就是直接下去 看看一下这球 阿兰进去里边 左脚扣一下 好的再挫 打到原点 高了一点 应该有约位的嫌疑 但是这一下和布拉利根基对抗之后 非常漂亮 口子非常好 紧高拉特也上了 八张黄牌没场比赛各操四张 他没有出示过红牌和判法点准 拉利根基 所以你给强队啊 你不能给他机会 你知道吗 你想恒大 让给你甚至对抗和接触 甚至不惜犯规为大家就是要逗你的情绪 对抗和接触 正面成这个长转还是比较静准的 拉利根基 作为中位球员呢 先探踢植也来 面对米浩轮两个二十五号传出来 拉利根基很有经验 用左脚外脚 这些问题就是高拉特回来以后啊 前 阿拉已经在从死 对 就这球传的图能还可以 拿来干击 回上门匠 转着 踩盘没有吹 把卡锁 在永昌包括天津队都有个效力 转左侧 中场比赛全部首发表现非常出色 第2下发表现还算快 还有再上抢 高拉特摔倒 面对三人防守 裁判员是 刚才这球的普达里干击是给他传的 没传好 他在禁区里边包抄呢 然后马上防 这一下和高拉特 能合理 那球给 差一点 这就是今天三个人的联系啊 始终找 机会 阿兰 阿克森在中路接应 阿兰面对两人 面对圆满手 他明昊轮走外线 阿兰再传 差一点 这个球能传出来就已经不 进行几分钟啊 感觉是真对啊 感觉克里优让他们大胆进攻 对 包括两个 高准一 身后 看看阿克森能传出来 调整一下 左脚再给 拉里干吉 防守 这就是经验 拉里干吉 所以在中后上传球一定要传脚下 第一下没拿过 位置卡得太好了 反击也没打成 拉里干吉的上响 裁判员 拉里干吉对于裁判员这次犯法也不太满意啊 这种球好像威胁不是很大啊 侧高准一上来 上了跟同班二打一好 好 高拉特能不能传出来 阿克森到地区里边 再传后点 球进了 这就是阵中有多面手 这这换人调整 这个选择就很多啊 这撞得很严重啊 金特罗和张远上 那就换下普拉里干吉 张远去打中位 然后换下江志鹏 金特罗去打一个中场 继续保留瓦卡托